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就是可以深交的好朋友 长长久久 我们今天从命宫的角度 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你的命宫有什么样的个性 你就会吸引上什么样的人 那其实14个主席里面 会有三个是特别适合深交的 当然每个星象深交的原因都不同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分析一下 三个名次的相对差异 如果两位没有上榜的话 我待会帮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命宫自己的特性 大概会深交哪一些朋友 或是你会吸引哪些人在你们旁边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来一下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命宫是天府心 如果你的命宫是天府心 代表的含义就是 你在面对任何事跟面对人 你都是非常稳定 非常稳健的特质 天府这颗心 一旦你跟他变成好朋友 天府会把自己内心最多的想法 最安稳的想法分享给你 因为天府很重视身边人的感受 但天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不照进 所以他看事情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一旦跟天府深交 你会发现他的想法很成熟 他的想法很稳定 他的想法很理性 基于上序的重点 你只要跟天府深交 你有任何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管是赚钱 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跟人社交 对于天府来说 他都可以给你最好的建议 所以天府是我们深交好朋友的第三名 那好期待第二跟第一 OK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名 来第二名就是命宫天相的这颗星 而兰姐的命宫就是天相 天相这颗星的特点就是 如果当你的命宫是天相 代表你对于所有事情都很重视协调 都很重视和平 有的时候不喜欢当坏人 所以一旦跟他建立关系 当朋友的时候 天相就会用自己的权利 去对待身边的人 去观察身边的人需要些什么 甚至自己拥有些什么 他都会给他们一些什么 所以你命宫是天相的时候 旁边人会感受到 感觉我多了一个好姐妹 甚至是一个好兄弟 所以菲菲姐一定觉得 多了一个兰姐这样的朋友 会帮她关系很多生活的大小事 会帮她关系很多一些小细节 甚至注意到人际关系 或是互动的关系 所以天相对于深交的朋友来说 是非常加分的 所以天相会在第二名 OK 我很关心你啊 对不对 所以对啊 情笔姐妹生 两个女生谁沾谁的光 来 看第一名是谁 最后我们来看第一名 哎呦呦呦呦 是谁 第一名是紫威星 如果你的命宫是紫威 就代表紫威 你的命宫破军 又命宫 没有紫威 其实在对宫啦 有紫威啦 我等一下会解释 这些形象在你们命宫上面的 呈现的答案是什么 但第一名是紫威 它代表的含印就是 如果观众朋友 你的命宫是紫威 紫威有一个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会保护身边的所有人 所以一旦你跟紫威 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你会发现紫威这个人 会把你保护得服服帖帖 当然紫威不是一个 会一直表达的形象 但是紫威会很稳定地在那边 也就是说 你有任何事情要她帮忙 任何事情要她处理 任何事情希望她可以给你建议 紫威都会给你最强大的后盾 跟最强大的后援 所以紫威是我们 深焦排行榜的第一名 OK 哇 那他们两位 那他们两位 好 这时候我就要解释一下 菲菲姐跟蓝姐的命牌了 来 菲菲姐的命宫是破君 所以破君这个特性 其实叫重感情的形象 但破君是一旦 你跟她变成深交 破君会把你当作完全的自己人 破君其实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形象 但破君就很像一个大姐 她会守护身边的所有人 很像一个讲义气的头 也就是说 只有我可以欺负我朋友 没有人可以欺负她 好适合 我可能会压她 但是 因为破君的讲话其实很直言 而且破君做事很努力很拼命 所以她会花很多时间 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但你应该跟她建立关系 你会发现破君很讲义气 破君会保护身边的所有人 的这个特性 而菲菲菲姐你看 你的命宫是破君 你会发现你的迁移宫 我们看一下对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天象跟指挥的形象 哇塞 也就是说迁移宫是我们的社交位 所谓社交位是我出去会遇到的贵人 或是小人 而指挥跟天象就代表 你会遇到这样类似的人 跟你很合 而且你出去的概念会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反过来我们就看 蓝姐的命宫是天象 可是我迁移宫 所以蓝姐的迁移宫是破君 也就是说反过来蓝姐出外 会遇到一个破君类似的人保护着她 守护她 会有这样的贵人产生 所以菲菲姐跟蓝姐 是完全非常match的 身交的好朋友的组合 今天看了星盘才知道 真的 不然我一直在怀疑 我怎么会跟他们这么合 一辈子 我 不是 你 译 谢谢大家